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大家好 我是袁大明 我相信大家在我们的网台 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都会认识我的了 我过去在网台有另外两个节目 就是《灵丹妙药》和《治疗法与你》 如果大家认识原网台 其实都可能都知道 其实原网台的前身 是以前我有另外一个网台的 是叫做 《香港更好电台》 《香港更好电台》 我当时这个《香港更好电台》 大概六年前左右 开始做的 其实那个电台是只有一个节目的 《香港出路》 《香港出路》 就是四个点 是的 《香港出路》 英文叫做《Hong Kong Solution》 对不对 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节目呢 其实我们的心意都希望 现在市面上 大众传媒 大小传媒也好 我们有很多人 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不同的文章 但是我们要看到 其实大部分我们所见得到 读得到 通常大部分都是一些负面的批评 对不对 很少在背后 就会有更加好的解决方案 当然我们经常都说 骂人很容易的 对不对 你怪我 我怪你最容易 是的 骂了之后 好像无门的节目 大家如果听过都知道 对不对 大部分人的人类 可以这么说 过去很多出现的问题 持久都没有办法进步得到 其实我们有一种这样的怪人的心态 没有想过 如果你是当当事人 在这种处境之下 你怎样会弄好它 怎样弄好呢 我常常碰板 碰到都害怕 或者我再介绍我现在在网台的两位主持 刚才你听到 大家也认识了 阿金 无门主持 还有一位李永康 李永康最近都在MJ13 都做过嘉宾 跟大家探讨过香港最近的 离婚案的背后的真正面露 发生了什么事 香港很多人都不知道 喂 Doctor 我们三个有多久没有坐在一起? 都好像有一段时间 至少两年了 我们当时的《香港出路》节目 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没有什么终止 没有什么终止 我也做了四年 最后我们觉得 是休息一下 又转型 没错了 我们休息一下之后 很幸运 无意之间 我认识了卓飞 卓飞在这方面的网台是一个很资深的高手 我觉得 有适当的人出现了 不如我们再重新做一个新的网台 原网台因此而诞生 我们也很强调 我们的网台是要与众不同的 那如何与众不同呢? 我不希望我们的网台 只是做一些嘻哈哈娱乐一下大家 这么简单的 当然娱乐很重要 或者好像其他那些什么人网 那些粗口 我觉得始终我们希望是一种正面的讯息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呢 就是我们的节目呢 是可以在某个程度上呢 是提升香港人的意识 就是不敢说质数 起码意识上呢 他会提升 和看一种正面的讯息 那这件事呢 是我们香港的大部分的大众传媒呢 是比较上是缺少一点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原网台的出现的 其中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目标 和我们的mission 就是要做一些正面一点的 对香港人 会提升香港人的意识上的 是会最后呢 是达到我们的 在我们的香港更好的大行动协会 最终的目的呢 是令到香港更好 那在我的2008年竞选政綱呢 我都不单止说希望香港好 我记得香港呢 是成为其他各国的一个模范 知道吗 因为我们香港地方小 在某个程度上呢 我们虽然就说没有全普选的民主 但是呢 在某个程度上呢 我们都是 都是自由一点的 如果大家在其他地方 西方国家生活过呢 你会发现呢 香港在某些地方呢 都是比较上自由一点的 起码在医疗方面呢 是吧 起码在经济方面呢 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多法律 没有那么多的法律 是管制得我们很厉害的 所以呢 我觉得呢 香港呢 始终有个自由空间 那我们其实都 可以拍摄到我们想做的事情 那当然呢 大家都是很期待呢 一个香港有真正的普选 那但是我们都感觉上呢 其实普选 不是可以解决香港的问题的 应该大家很多人都会认同的了 那但是始终呢 在我们那个情意结上呢 我都希望有这个所谓 代表真正的自主自由的 那种这样的政治的气候 那样的架构啦 那但是呢 我觉得呢 大家呢 不要只是等普选出现 才开始做事 因为始终全世界很多 文明普选的国家呢 其实呢 问题呢 仍然是一式一样 是没有解决到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虽然我们绝对呢 是赞成 我觉得 我相信将来呢 中国呢 都是会走这条路的啦 那始终呢 是需要时间啦 那所有的政治的 我们叫做 political development 政治的发展呢 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演变的 那但是呢 我们不要等了 就是不要等了 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的 那我们能够做的 就先做了先啦 那这样 那大家都知道啦 我们去的 里永康啦 啊啊阿金啦 是我们欸 我們呢 那个 香港出路的节目主持人了 那farad 我是有很多工作宿人了 那我们过去呢 都很多时候呢 会邀请不同的加拼 来香港出路的节目里面 讲述他遇到的问题 但如果大家有机会听我们过去的节目 我们都会发现一种情况 很多时候人们就会知道 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遇到一些问题 他们就会很不开心 就会讲述问题 但最终最终我们通常的节目 想外的节目不是容易的 你不是就来到发卡牢骚就放过你了 我通常就会问他们 到底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这个事实呢 大家有机会听我们以前香港出路的节目 其实大部分人 其实你问到他有什么想法 其实他的解决方案 往往都是由自己的智利那方面入手 他希望搞到自己的问题 自己从而得益 那么他很少人会想到 我们会不会和一个整体的社会那方面看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想 因为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只是往往是看到问题的表象 问题的我们叫做Tangential 就是那个边缘地拆过 我们根本就是没办法 动缩到问题的真正的成因 因此我们想回来的那些方案 其实结果都是解决不了的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法律的趋势 我们知道我们有个香港有立法会 那立法会的功能 大家都好像感觉上就要立法立法立法 是不是 我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次 全世界法律越多的地方 其实是问题越多的 比如好像美国 美国有600万条不同的法例 地方法那些行政法那些之类的 在加拿大都有500万的法律 有5 million的 然后看到美国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美国人你不说你都不相信 我初初都听到我都不相信 原来美国人有100个人 有一个美国人坐牢的 美国人坐牢的数字 是全世界所有坐牢的人是25%的 就是四分之一全世界坐牢的人 是美国出现的 那么你要看一下 你唯一看到 他们的法律是很多的 就是你很难是 就是踏不到那个地雷 就是一个不小心你就会碰到的了 加拿大也是 原来加拿大我们叫做 Juvenile Detention 就是那些年轻的人 是有全世界最高的 就是多不知 多别人成15倍 那么多 那你能看到 其实我们希望大家了解到 其实我们走着的路 很多人走错了 经常想着有些什么不公平 想着法律就来到公平了 从来没想到 其实整个问题就是 我们初初的法律本质已经出错了 法律的本质不是要强迫我们做些什么 法律的真正的法律的公平 是要防止我们受伤害对方的事情 如果我们法律能够维持一个最简单的层次 我们不会搞出那么多毛病的 因为我们走错了这条路 我认为法律是要迫我们做多些事情的 你不做什么要你做 你不做什么要你做 我们经常认为法律是个答案 没错了 没错了 结果我们的问题是越搞越脏的 一有问题就像那些奶粉那样 一有这些 不要理会 立即立即立法 以为可以解决 现在还是不能解决的 你看到整个趋势都是这样的 像最近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DR美容事件 一有事故出现了这些 他的想法就要加一些法律 把美容和医疗步骤分开 我跟大家在节目上也分析了很多次了 这个问题完全跟医疗和美容步骤完全无关 其实已经有了法律了 什么叫美容步骤 你做的都是上次那一宗都说是个注册医生做的 那你怎么做呢? 做完之后 你有法律规管他 那你有没有采取行动呢? 有法律规管之下 也不会解决到的 我跟大家也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往往是被一些 我们叫做 既得利益 或者ELITUS那些 那些精英 不要叫精英 总之是既得利益的 德权的人 是不断利用法例 将他的利益 输送给自己的 这个我希望大家要真真正正 深入去探讨了解 因为如果你一天不了解 这个背后的真正问题的起因 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多问题 香港会越来越多病 不要说整个世界都会越来越多问题 大家都很明显的了 那我最近 我刚刚在昨晚 就在英文团队有个节目 他就探讨那个人口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也不记得 我很喜欢看电视的 我整个几月都是这样开开的 那突然之间看到这个节目 是说那个 就是那个大陆那个人口 那个 节约人口的那个政策 原来在那个节目里面 你会看到 他当然他都很企图去平衡 那其中一个 一幕就是说一个老人家 那他年纪大了之后 他的儿子就过了身 那他变得很孤独 没有人理他 在一个老人院那里 靠港二百元人民币生活 那他很悲伤 因为他说他当时 他生了这个儿子之后 然后又再怀人 但是当时的 就是中国的人口政策 那他不可以生第二个 那他就觉得是对他很不公比 因为他现在就要孤独死了 是吧 连他唯一的儿子都过了身 那他就说到这一面 那接着他就又去探图 原来中国政府 其实也做过很多 就是控制的研究 原来其中一件事 就是在中国某一个地方 中国政府就让那些人 是自己随意生的 就是不只是限制一个 那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发现那些人 让他自己随意生的 他也不会生的 那很明显 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经济环境 改得很厉害 那以前就是养儿防老 这些概念 今时今日 直到中国 他那个不是大城市 是一个村落仔 这个村落仔 竟然那个出生率是1.4% 总之是很低很低的 香港也都很低1.33% 那我看到呢 其实大陆人都自己开始明白得到 养儿防老这个概念 已经走不通了 因为他大家都体验得到 如果你的审恩仔多 你装培他的能力是越弱 在今时今日竞争这么激烈的社会 如果审恩仔没有足够的教育 没有足够的装培 他就会找不到食 所以他都说了 他说原来在现在中国的大陆 养儿子养儿子 养儿子养儿子 好像是一百万元人民币 香港最近的中产就四百多万 富裕一些就一千三百万 其实在经济的压力之下 城市化之下 其实人家自自动动就不会说 他都不用走 他不会走一条路 他自己不会生那么多小孩 当然了 他也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原因 是女性的地位提高 因为女性的地位提高 如果他有找工作做的能力就容易了的时候 生育的年龄是有限制的 所以推迟了 所以令到生育的频率是慢了很多 一越城市化 就令到那个女性的生育的意愿是减少了 一个女性他都不想说做最后一份工 花成一两年 就是不可以做工 他没有了份工之后 能够找一间和他现在一样的份工 又未必的 是是 所以最早就是女性的地位 这个其中也是一个城市化的环境 女士的找工作做的机会大很多 而且也都知道是很多高等教育里面 女性进入大学的比例是比男性高的 现在高了 高了很多 我在原网台也不是第一次说的 我连所有老闆全部都是女人 是吗? 是的 从你的体度 当女性的角色不是只在家里照顾小孩 照顾老公、照顾亲戚、老人家之外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导致女性就不需要靠生子来依赖 就是靠个小孩来依赖他们 或者靠个老公 是的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报纸也有一份报导 是说韩国的一个社会学家 她是哈佛的 做过一个调查 她的调查就是说日本、韩国和台湾 为什么很多三高的女性 就是三高三北的现象 这是一个社会学的调查 她发现这三个国家也有很多 就是三高 就是年龄高 收入高 学历高 学历高 那三北就是不决婚 不生子 不同居 所以我看到现在很多 是比较年纪大一点 三十几四十岁的女性 是从来没有决婚的 亦有很多夫妇 都是选择不生子 所以人口过剩的问题 其实很快都会解决得到 在昨天晚上的电视 是英文台的节目 她也说 如果中国的情况 继续持续下去 不知道多少年之后 五十年之后 一百年之后 中国人口会减少到四亿 是的四亿 不是十三亿 是四亿 但是你看到 很多学者就说 应该放宽这个政策 但是今次中国的政协 人大都觉得要维持这个策略 他当然有很多经济的原因 人口不都 这个是一贯造官的想法 他下了一条法例 你要他收 他一定是不肯的 因为你收回一条法例 有什么事 那就是我上身 或者 一定不会这样 你知道 你祖国也有很多农村 万一你一放他 搭时间 可以生很多 城市也不生的 其实很多地方 都比他多生一个 在城市 甚至上海 农村 我也听过 有些跟内落的人聊天 他说 某程度上 其实你都可以 不过 就没有了国家的福利 你养得起 便给你生 还要负你少少钱 很多人都可以 避得起 你看到 其实我们社会 是不断的来到变 变好变坏 其实都是 视乎我们想 可以做些什么 好了 在我们今次 我们这个 新的节目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叫做自力更新 跟我们以前香港出路 有些少少不同 大家想想 这个不同的地方 当然有不同 自力更新 靠自己 没错 大家应该会 体现到 很多问题 不要再靠专家 你不用担心 我们会帮你的 不会有你 推你出去死 我们会和大家 一起想想 我相信香港人 有很多 就是有头脑人很多 我自己都 就是 我在香港的唯一份 报纸 我看的就是 AM130 那个 还有唯一一个 专栏我一定看的 就是 施永青的 施观点 我始终觉得 我都看到 他那个专栏 都一段 年纪 他说的 很有 我叫做 practical wisdom 他有智慧 还有 是很实实在在的人 那 我们都希望 我告诉大家 知道 就是 我们就是说 那个 我们是要靠自己 我们不能够再靠专家 不能够靠医生 来帮我们 保障健康 相信大家在我那个 自然疗法院的 节目都听过 其实我们 根本的人 是不需要死在癌症的 我们一向都 有医癌的方法 但是因为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恶法 好像不良医学广告条例 将维他命制造药物 来管制它 是令到很多有效的医疗方法 例如医癌症的方法 是被它打压了 我们都曾经过去和大家介绍 有一个网址 叫做Politics in Healing 其实网址 就是卖一本书 就是Politics in Healing 那本书 是一个ebook 它里面是聚述了 这本书是2000年研出的 是一位纽约州的一位参议员 一个Congressman 就写这本书 叫做Politics in Healing 他讲述了十种有效的医癌方法 全部都被人打压 那为什么他可以打压呢 就是有言论自由 我们有医疗选择自由 其实我们没有医疗选择自由 我们的美国宪法也没有 香港的基本法也没有 这个是美国立宪法的国父 老早已经看穿了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把医疗选择自由 立入美国的宪法 他知道将来会有很多问题 那很不幸 他预测的东西完全看到了 在今时今日 作为一个美国人 你说我们做房屋的奴隶 在美国是做医疗奴隶 和大家都分享过 在今时今日一个美国的家庭 你买医疗保险 一般来说是28,000元一年 28,000元一年 你基本上每个月用22,000元美金 只是买医疗保险 你自己看看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你买HMO是21,000元的 差不多成是你大部分的收入 一大部分是用来买医疗保险 可以说你最大的支出 是买医疗保险 当然美国人都要住屋 要买抹股 但就算你去供屋 供到后来 那屋是你的 都是你的资产 但医疗保险肯定到后来 是变成零的 是不是你的钱 所以你看到 其实我们是很多很多 面对的问题 我们香港人 可能在某个程度上 是即时看不到 那个问题 但最终最终 我知道 我们是真的要自己 要振奋 要自己要做自己的事 真的不要再靠专家 也都不要再靠教育家 大家看到了 香港整个教育的问题 大家都经历过 伤个身份制 身份制都知道了 去找学校有多艰难 是吧 很多的思考 就要你给你 特别的debenture 才能进入去 那我们都跟 在我过去 就算是自然疗法院里 我都有一集 是讲 我们叫做 整传的教育制度 那其实将我们的 我看到的问题 都跟大家分析过 那还有 其实我要做些什么 其实我们很多 可以做的 但始终 我们是需要 是大家明白得到 真真正正的将来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地球 那个将来 其实关键是 我们自己 肯不肯 为自己 出一些少力 走出第一步 就不要像我们过去 有什么事 就要政府去帮忙 要法律界 那些新的例 立法一些新的例 也都医疗界 有靠医生 其实你都看到 所有这些 都是绝对不可靠 那我都重复 都跟大家都提及过 George Bernard Shaw 夏肖伯立曾经都说过一句话 他说 所有专业人士 都有阴谋对付群众 All profession conspire against the people 作为一个个人 譬如他是大学毕业 或者他有大概智力 他很容易去找到 你不用教他 他自己都懂得去找他的解决方法 譬如他去过西医 医他不好 他都会去找另一个 或者找另一种方法 零到一是他正在痛 他一定去找 不到他不找 但譬如很多人 他根本没有这样的知识 亦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找 他当然希望 他当然希望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做好他的生活 但他连什么叫好生活 他都不知道 那这些人怎么办 没什么怎么办 他这个要自己承受 是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 SIGAIS 上网看 SIGAIS大概有三集的纪录片 他分析地球的问题 很多人类 就是说人性和制度 其实很多我们的人 所谓人性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受好我们当时的制度 我们当时的文化 所以在他的片段里面 大家有机会上去 叫做SIGAIS E-Z-E-I-T-G-I-E-S-T E-Z-E-I-T-G-I-E-S-T 今次的时间都差不多 我们小休一下 接着就会继续 和大家分享 我们今次的节目 叫自力更新 今次我们是第一集 可以说是我们的 起动的第一集 哎呀 你轮转你 风湿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 哇 那么好 那我买多个 分享一下给阿姨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althshop.com.hk 好了 我们很快回到 这个自力更新 这个新的节目 跟我一起有 李永康 和金永妍 那 那 医疗 我们在上半部分 就 也说了些 be于 eat 医 料为例 一些来龙去墨 这个问题 那么 我就想问一下 在自力更新 如何做 那 我们先和大家 讲一下 很重要 我们会有什么 不同呢 是否由另外一个节目 是只讲解析呢 介绍了解解就是其实我们对他们要联系 我们不只是想的 但最要最要的是我们智力更新的节目 是什么呢 我们有个香港近恐大行 clase的联系 平台是做我们的广播 香港近恐大行僚想完成什么 我们会把香港近恐大行决启动 那由我们要改变的行动 我们就会在香港健康大行动那里 就做我们的那个基地 那希望大家是有机会 就上我们这个网站 是betterhongkong.com.hk betterhongkong.com.hk 那这个是我们香港健康大行动 这个网站来的 那我们的模式呢 就会跟随在外国有一个新的 新的那个网址 也都是叫thrivemovement thrivemovement.com thrivemovement.com 是一年前就出了一个 一个纪录片 那就是由美国的一间 很大的企业叫做 procter and gamble procter and gamble 我认为是top five的了 头五名的大企业来的了 那他有一个有一个孙呢 叫做forster gamble 和他的太太Kimberley 就拍了一个两个几钟头的一个纪录片 那就讲述呢 其实呢 现在我这个地球呢 到底呢 是发生了什么的事 那从而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有些什么具体的行动了 那这个的 这个的组织呢 thrivemovement 和其他我们接触过很多的网台呢 是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因为大部分的网台呢 很多时候呢 会陈述那个问题的 这些节目多到死的了 那但是真真正正有些什么 他具体在多方面的行动呢 thrivemovement.com呢 暂时来说呢 是有很确实的 我相信呢 采取行动的网址 和组织 全世界很多 对不对 但是呢 是一个很全面的 是关照到各方面的呢 我觉得thrivemovement 这个模式是最好的 那我们呢 就会成为thrivemovement的 香港的一个chapter 起码是香港的 因为它的模式是很合用的 它将整个地球 它分析的地球的问题 根源在哪里 接着呢 它将我们很多的问题 就分成12个section 譬如有些是说法律 有些是说医疗 有些是说食物 有些是说能源 有些是说公义 有些是说灵性的那方面 那其实呢 它将我们的 就是它分析到人类的活动里面呢 是分到10 好像12个section 每一个section 都有人呢 是想一些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呢 就不是就这样 口握什么解决方案 是一个行动的解决方案 我给一个很好的例子给大家听 譬如 我们都知道呢 今时今日那个 我们整个金融的问题呢 背后呢 都是我们因为我们 我们有中央政府 所谓中央联储局呢 就有开始印银子 是不是 背后是完全是没有基础之下呢 立了一例呢 是允许这些这样的 私人银行呢 是印银子 那 因为它能够印银子呢 所以它控制我们的全球 那个整个的经济的命运 那中文书呢 就看货币战争啦 如果大家有机会呢 去看货币战争呢 我相信呢 是一个非常之长销 我不知道有几多 几多十万本 可能过百万已经卖了啦 那宋鸿兵呢 就将这个资料呢 在中文版呢 就写得很好 那 Tri-Women呢 它呢 它有很多 很多的 不同的 的 语言 的 譬如有一个是 普通话的 那如果你去上网去看这个网址呢 你会看到你可以用这个 用那个中文版 那当然啦 在我们的健康店里面呢 我们也有有有推广 售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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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D 因为始终呢 我觉得呢 虽然我们是可以在网上可以可以看得到 但是始终呢 人家做任何事呢 都是需要成本的 那么我们觉得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帮他一把力啦 帮他卖这个这把这个DVD 自己看了之后呢 就可以再可以推介给朋友借给朋友 因为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上网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有兴趣 可以来我们那个健康店 中环和我们铜锣湾的Green Concept里面 你都可以买得到这个DVD 叫做Thrive What on Earth Will It Take 就是可以怎么样去 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能够做到什么 好了我曾经讲的例子给大家看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这么好的组织 已经在全球推动我们的行动 以行动改变这个地球 其实我们知道今时今日我们的地球 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问题 很多问题是世界性的 如果大家去探索得深入一点 你会看到是很大很大的机会 有足够的资料显示 其实是有一个我们叫做世界新秩序 来企图统治我们的全球 如果大家就算是不是真的假的好 始终的问题都是需要去解决的 是不是因为背后有阴谋 有另外一种叫做New World Order 来到想控制我们 怎样都好我们是需要解决的 好了比如有些层次 我们未必是香港可以解决到的 比如我们香港很多新的医疗条例 不良医疗广告条例已经一早已经有了 下一步就是我们会管制医疗仪器 其实这些背后都是一个世界组织 叫做Codex Elementarius 食物发展 食物发展 Codex Elementarius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背后一个是那些药厂 还有背后是国际银行家控制我们的 他利用这个Codex Elementarius 将他的法则要全球不同国家遵循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在源头 比如在欧盟的地方 倒截影响他们的法则 被强加施于我们的国家 其实我们香港就可以保护得到香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处理战场 不好意思要说战场这个字 其实不是一定在香港地域 其实在全世界已经有人在做的了 比如我刚刚开始所说的 就是关于我们那个金融体系 大家都知道雷曼事件 这个是一个很凍欲的 大家都知道 背后根本是那帮大银行家 来剥削我们 制造这些毒的案态 来到我们整个人的很多收入 被他消灭毁灭 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叫做fiat system 一种印空钞票的机制 容许银行 可以是没有资金之下借钱给我们 还要我们就还借钱之下要还利息给他 但其实银行没有那种能力 银行自己没有钱的 这个在南非就已经有个 有个案件是打这个仗的 而这个人他知道了 他明白了整个背后的经济 金融体系 都是被国际银行 银行家 利用这个 1913年在美国 出现的Federal Reserve Act 那个法例 给了他权力 印银子控制我们 于是这个人在南非 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团体叫ubuntu ubuntu Ubuntu 一个他说 很多很多 就是他那个 参与的人很多很多 他就跟那个当地的一家银行 好像是 沙弹银行 是一个 打官司 他就控诉那个银行 根本你没权 你是没权借钱给我 要收我利息 现在我不还钱 你要收到那家屋 基本上你是没钱的 你根本由头到尾 你做的事是不合法的 其实他所说的 在法庭上 是银行 是银行 银行那方面律师 是没得辩护的 全部是真的 但是你知道 现在今时今日的 所谓司法制度背后 其实都很黑暗的 不是你所谓 一般人 我们香港人 还好像很纳意 又以为法治一定是公正 其实不一定的 其实都是一些 当权的人 是控制了他们的 所以这个 这个官司是在打的 当然 他那个 如果他打赢了 那个影响力很大 我们整个金融体系 就要全部 要改观了 起码我们不会再受 银行家的劳疫 等于美国 也不需要受医疗 医疗的药厂的劳疫 我们将来我们的模式 就是这样的 我们用那个香港 健康大行动 那我们有很多的 很多的 就是我们叫做 参与的 就是如果你想参与 你就 给我们的资料 起码联络的资料 最简单的 那个email address 那我们将来 我们就会有 我们有些 聚会 是吧 那我们 希望大家 第一 就先看看 Svivewoman.com 买他的DVD 看也好 大家上网也看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 将来我们的 运作模式 香港 那个自力更新 这个节目 其实是 帮我们 是 宣扬我们 我们想做什么 那我们大家可以 上网子 就是 你对哪一方面 譬如你特别有兴趣的 比如金融的管制方面 有特别有兴趣 或者你对医疗方面 特别有兴趣 或者对教育的改革 特别有兴趣 那你就 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到时 我们有行动 或者大家可以 大家一起 大家想一想 共产善举 put our heads together 想一个具体的方案 和进言有什么可以做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 启动这个行动 是给大家参与的 那我们都希望 其实 我们要大家参与的东西 其实不是很大的 总之 大家 做到少少东西 其实 那个问题 就可以解决得到的了 好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装来的模式 那我们的节目呢 其实呢 都不会是 每个礼拜定时 一定要做个节目 给大家 给大家收听的 其实如果大家 是有 有想法 譬如我们 我们过去 其实 在 香港出路 和我的 那个自然疗法院里 那我都有说 那个所谓 整传的 那个 医疗制度 整传的教育制度 整传的 那个 政治制度 其实我都做过一个节目的 那将来呢 我们这个节目的link 就会丢到那个 那个 香港 健康大行动的 网址 比如有关的地方 那大家就可以 去听一听 那从而呢 如果大家 想到有更加好的 改革的方法呢 你可以和我们联络 那当然啦 你可以直接 和我们 我们可以安排 一个节目呢 和大家在 在我们这个 《自利更新》 这个节目那里 和大家分享 有什么的 可以具体 可以做得到什么 问题怎么样 为什么出现 那个 那个解决方案 怎么样 和有什么行动 那我欢迎大家 其实呢 将来自利更新 记住呢 就不是我们三个人 在这里自利更新 是我们每个人 要自利更新 那我也都不是说 所谓叫做团结就舍力量 那我始终 我和大家 都分享过 团结就舍力量的问题 就是 我们一说团结就舍力量 我就会 看看左边 看看右边 看看后边 有没有人跟你在一起 是吧 那你知道呢 如果你要 一万人 和你去游街 其实挺困难的 其实要一万人 和你去做这些行动呢 其实起步在哪里 起步自己 你自己问你自己 7月1号 两点钟 可不可以去 去走一走 在街上走一走 表达一下自己的诉求 其实你是问你自己的 如果你说我做得的 那就可以了 其实是这么简单的 要一百万人走 每个人问自己 就可以了 是不是做不做 其实不是那么难的 但如果你要一百万人 和你一起走 肯定很难 因为你不知道 别人怎么想的 所以我们的自力更新的概念 就是说 其实一切 由自己开始 就不是说 团结就事力量 因为团结就事力量 基础 出发点 都是一切 由自己开始 这个就是我们的 将来的模式 我们很欢迎大家 参与 什么不用程度 都不要紧 你联络我们 告诉你 在哪一个领域 你有些特别的想法 有特别的方案 或者 你知道 就算你香港 未有 你知道在外面 外国 有些什么的网址 有些什么的组织 在做一些 你认为 香港人应该知道 也应该是鼓励 我们香港人 是可以 帮手参与的 因为 如果问题 在那个国家 解决了 其实这个问题 就不会延伸到香港 这个是我们那个 将来我们的 看这个问题 我们的行动的 做法 就跟过去有些不同 不是所有事事 都要香港做事 其实很多事事 在外面做事 我们香港人 支持外面 所做的行动 这个就是我们的 将来的一个模式 我们的基础 都会在香港 更好大行动 betterhongkong.com.hk 大家希望 留意那里 还有 最重要 是 联络我们 给我们的联络资料 我知道大家有哪方面 特别有兴趣 到时到后 我就会有些 简单点的 聚会 大家来想 大家来商讨一下 有些什么 可以为香港 其实为香港 其实为自己 为自己 为你的子女 也好 其实我们都开始 有一种深的想法 很多时候 我们 中国人 很多时候 都是喜欢 那种 血统 血缘 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过去经验 发现 很多时候 我们中国人 就会将 为了自己的血统 保护血统 我们就会 留很多钱给他们 以为是为他们好 为他们下一代好 为孙好 会用很多基金 总之 保障他们 不会有什么 惡妻 怕他找不到吃 或者要很辛苦 那些 大家有没有想到 我们很多 有成就的人 所谓伟大的人 其实后代 通常没有什么 结束的人 出现过 大家可不可以 想一下 不如 与其 将我们的 财产 给我们下一代 来保障他们 不如我们将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财产 在我们的能力 因为始终你成功 人士 起码是比较聪明的 肯定比较聪明的 很多后导的子子孙孙孙的 不如你将你的资源 你的财富 为地球 为香港 做一些事 令到这个地球 让你的小朋友 更加享受得到 就比较好 将你的几千万 过亿的身家 给到下一代 结果下一代 累死他们 如果大家想得通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世界 不是那么难改得好的 香港 大家也知道 施永清 已经有这样的念头 大家都听过 标记 听过 Warren Buffet 虽然他们有些 都搞错了 这样也是 可能把这些钱 就去打针 对 打针 他们也知道 原来疫苗注射 背后就是控制人口 有些人说 标记也知道 他认为这条路 也是可行的 人们不要生那么多 或者死得早些 这个 到底他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跟大家说 其实在我们 要改观我们的 体视的观点 稍为 改改我们的做事的方法 其实 这个地球 怎样变得好 是可以变好变坏 其实都是在乎我们自己 肯不肯尽我们的 小小的努力 我经常跟大家说 如果你相信有一个公平的主宰 的力量 其实 如果我们说有什么问题 我们选一个 一个政治领袖 或者一个人 帮我们改变这个地球 我们就作响其成 只不过我们去做他 然后他做事 其实 是 不公平的 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 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 因为 因为如果你是靠一个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 你知道 甘乃迪 被人扑低了 林肯被人扑低了 其实他背后的真正原因 他只是想改金融的制度 你知道 你也看到 坚地 你也看到 Martin Luther King 其实 如果你是要用这种的模式 选一个人出去的时候 代表你做事 帮你做事 而你做响其成 这个是行不通的 暂时未行得通 可能上天的安排认为 这是不公平的安排 也不符合自力更生 每个人要靠自己 是不是 还有你说民主 又说一下 你说民主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民主的 我的定义就是 每个人民 自己当家作主 自己为自己的生命作主 要对自己 自己可以管理到自己 你选一个人出来跟你做事 很明显违反这个观点 我的看法 还有不公道 是不是 你做虚其成 找个人 人家做一点点赛 你又要踩他下来 很多地方现在都在用这种方式 现在你说无论 我就看不到 你找个事例告诉我 好行 在美国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当然也不是一人一票 算出来的 它的机制也有筛选过的 每个地方也有筛选过的 最近美国 有一个 有一个 判决 判决 就说 他不可以限制 美国大财团 是无穷尽度 赞助 政治的竞选费用 很明显 这些所谓的 民主竞选 其实最后是 哪个有钱的 财团 控制了 谁人上任 你这个游戏 规则 就定了你赢家 当然 香港暂时来说 不是 香港的竞选经费 很有限 150万 深屁賴 香港暂时 还没有这样 但是 其实很多 早期的法例 早期的原意 也不是这样的 不止了 现在选特首 千多万 我说的是 立法会 但是 有限制 听到美国 Supreme Call 说 你不能有国限 总之 今次我看到 最后 谁有钱 谁赢 奥巴马 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奥巴马 你有听过 他直正无名的 突然之间 有直正无名的人 保释 变了美国的总统 很明显 他做过什么呢 背后 是有人 可以叫你 起就起 叫你落就落 好了 这个呢 我们今次 这个自力更新 这个节目 是我们的开场白 亦都和大家 讲清楚 我们将来 希望做些什么呢 就是 不是只是 讲述的问题 除了讲述问题之外 我们还要讲 如何解决 除了如何解决之外 还要有些 机制 是可以令到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参与的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将来 我们的那个模式 也都将来 不要只是我们三个人 帮你 想想想想 任何人事 想为香港好 想为自己 将来好 为自己的子女好 其实呢 我们都是要自己 尽自己的 一帮的力量 你想到有的 你看到香港的问题 香港是病了 怎样治好香港呢 这个地球病了 怎样治好这个地球呢 其实呢 一切 都是我们每个人 是有能力 做一点点 去改变他的 是 就是 啊 就是 你的意思是 譬如 如果我有 或者有些听众 是 他可能 已经想了 想了一些方案 譬如 我假设 譬如 我们 在地铁卖的广告 有很多医疗体系都很行的 是家人负责 对自己的身体 健康负责 这样的讲过 我这样假设 对啊 你都可以上来说的 当然了 或者我们 如果你说打算这样做 我们可以 在网上叫人 筹款 或者帮手 去做 譬如我们可以 拍一个 拍一个 影片 解释 我们的医疗问题 应该怎么做 可以丢上YouTube 是不是 其实 当然了 这个可能要有经费 到时 譬如我们有 你的想法 譬如你是一个 电影制作员 你知道呢 要做这件事 是大概多少钱 可能三五万 搞定了 那你那个 故事大纲 应该怎样 你一个很详细的计划书 那我们就会 在我们那个 Better Hong Kong的网址 或者你可以上来说 然后大家计划 大家计划 大家 我们以前 中原也有个节目 是讲慈善机构 背后的黑暗东西 始终很多时候 大家有一种戒心 你捐钱出去 一个机构 到底它怎么用呢 是否用了行政费呢 被人坐 business card 飞来飞去呢 我们那个 Better Hong Kong 肯定就不会的了 所有的行政费 用得我自己包办的 自己拿钱出来就有 我已经做了 我负得起这笔钱的 但是将来 你们捐的钱 你们做赞助 我也不可以捐钱 你赞助 譬如我有些project 这个project是需要做什么做什么 譬如我有project有一本书 如果这本书的资料 找人翻译做中文 那这本书就很有价值了 或者那个作者不买的 你翻译中文 你网上ebook 送给人看 但是需要多少钱翻译呢 到时我就有一个这样的project 那你做赞助呢 就说我要赞助这个project 如果你不mine 将你的名字 让人知道 我们的透明度 全世界所有的非牟利机构 我们的透明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那你每一笔钱 都是做一个 很具体的 的方案 那这个就是 我们将来的模式 那大家 我们到时到后 都会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想到的方法 怎么做 那我们都会在网址上 下面呢 就会给大家有个参与的途径 例如简单来说 例如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 Petition letter 那样 那我们就会找到 要寄的有关的机构 哪个人 哪个议员 那样 那大家只是上网 就download了下来 自己加自己的名字 再传出去 那这个其实是 所挥的时间 是很少的 也都不会 你任何的 的金钱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那所以将来呢 我们就会有的 即是每一样东西呢 我们都希望呢 在背后有行动 就不是说完了就算 那我们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自力更新 和香港更加大行动 还可以再启动 我们香港更加大行动 那那个模式呢 就是 thrivemovement.com 希望大家呢 首先呢 就上网呢 或者在我们 健康店呢 买这个DVD 那认识了多些之后呢 我们就将来呢 我们就可以呢 重新呢 启动 这个20 我们的新的纪元开始啦 2013年呢 是有改变的 不是世界每日 是有改变的 那这个改变呢 就是我们呢 是自己去改变的啦 OK 那我们今次的时间 都差不多啦 那希望呢 就是多些呢 接收你们的 啊 的参与啦 OK 好了 那香港 没错 那为香港呢 作出 自力 更新 好了 时间到了 拜拜 拜拜